哈喽哈喽大家好 这次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像我这样 面部不太立体 可以加强五官深邃度的这么一个妆容 除了加强修容之外呢 把眼妆画得深邃又自然也是很重要的 好了废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首先第一步戴上自然混血的美瞳 接着呢我用的是微面霜来当妆前乳 这个质地呢比较厚 但是不粘 整体还是蛮保湿的 诶看我在干嘛 我就换了一个发型 底妆呢我用的是Bobby Brown的虫草 不是我说这个低管挤出的粉底液 就像鼻涕泡一样 低管的设计真的不太好用 但是底妆本身还是很适合夏天来使用的 接着呢我们再用这个 搔粉搔粉的美妆蛋来按压上妆 像脸上的这些小痘印呢 我就拿美宝领的橡皮擦来遮一下 像涂完这些遮瑕之后呢 我都会用这个无名指来轻轻的按压 无名指呢也是美容指 主要是因为它呀 是最没有力气的一根手指 力度会刚刚好 用来按压是最合适的一 接着就是散粉定妆 我们先抖掉鱼粉 然后再用散粉刷呢 从脸颊两边开始定妆 还有下巴额头 扫了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拿刷子 将整体的鱼粉都扫一遍 直到我们脸部呢 没有粘腻感了 差不多就定妆OK啦 然后就是修容 首先是颧骨修容 将阴影呢 扫在我们的颧骨凹陷处 一定呢要连着发际线 这样的修容看起来才会自然 还有下颌骨也要顺带扫一下 接着就是鼻影修容 一定呢要连接我们的眼窝来画 并且正确的鼻影修容的范围 是不要超过鼻梁的二分之一的 像把整个鼻梁来画阴影的话 是很容易画脏 而且不自然的 然后就是眉毛部分 啊画眉睛部分 我居然没有路上 反正呢就是要画出一个 适合自己的眉型 重点来了 就是要用我们的修容色 来加深我们整个眼窝 面积呢可以大一点 让眼睛可以看起来 更凹陷的感觉 画的时候呢 一定要连接鼻梁 然后呢用更深一点的棕色 来加深我们的眼尾 以及下眼睫 接着呢用更深的深棕色 再比前面更小的眼尾区域呢 来进行孕染和叠加 最后用米白色的眼影呢 来孕染整体的边缘 让眼妆看起来更干净 这样眼睛看起来 也没有深邃下去呢 然后我再用LB的棕色眼胶笔 来画出一条自然的内眼线 嘿嘿嘿 我们可以贴双眼皮贴 来加深眼睛的深邃度 这样呢让眼睛看起来更大 然后我们再用棕色的眼影 来盖一下眼皮贴的颜色 接着就是加睫毛 然后呢再用我的睫毛真爱 Kate大地膏 我们先把睫毛给刷一遍 拉长睫毛的长度 然后呢我们再用Kiko的睫毛膏 再认认真真地刷一遍 还有我们的下睫毛 用细一点的睫毛膏来刷一遍 睫毛长长呢 也会让眼睛看起来更有神 这个眼妆呢 也是深邃无关的重点 后面呢我又觉得 修容不够重 然后又刷了一遍 然后呢再用妙巴黎的腮红 这个很香 它是一个呢偏肉粉色的腮红 涂在我们的裙骨上方 像这种腮红颜色呢 和棕色系的眼妆会比较大 口红呢我用的是一个 美国的小众品牌 RDELL的一个口红 它这个颜色呢是有点偏豆沙加土橘的感觉 整体很气质 嗯不过涂完之后我觉得有点美气色 然后我再用Ruby物加深了一下唇部内侧 这样呢一个视觉上加强五官深邃度的妆容就完成了 稀不稀日常又简单 哦不最重要的高光体量居然忘记了 像我们的颧骨额头鼻梁呢 这些地方是一定要体量的 这样一个视觉上加强五官深邃度的妆容才完成了 是不是蛮简单的 喜欢的话就赶紧学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